美國總統拜登宣布將會提供五億套 免費的快篩試劑給需要的民眾 他表示目前美國已經有兩億人接種疫苗 沒有需要恐慌 但是仍然強調 還沒有接種疫苗的人要趕快去打 Omicron肆虐 美國疫情再起 總統拜登宣布將提供五億套 免費的快篩試劑給有需要的民眾 拜登表示 現在情況不像二零二零年三月 因為已經有兩億人完整接種疫苗 準備更充分 也對疫情更瞭解 民眾無需恐慌 他也再次呼籲尚未接種疫苗的民眾 趕快接種 就連前總統川普也在保守派脫口秀節目上 透露自己已經接種過加強針 卻立刻遭到部分觀眾虛聲 他只好趕緊補充說明 並不支持政府強制民眾接種疫苗 根據美國疾病管制 暨預防中心的數據 Omicron變異株佔上週確診病例的 百分之七十三點二 已成為主流病毒株 大多數確診者接種過疫苗 另一方面 美國體育頻道ESPN報導 由於Omicron疫情席捲全球 北美職業冰球聯盟NHL 將不會派遣選手參加北京冬奧男子 冰上曲棍球比賽 不過官方尚未正式宣布這項消息 公視新聞林小如編譯